杨范是台湾著名的歌手、演员以及节目主持人 他可谓是有着一身的本利 而他的妻子朱莲也同样出名 虽然大家总是叫他番嫂 但事实上他对这个名称并不是很满意 而他最出名的当属他的育夫之树 在当时也可谓是轰动一时 虽然在外人眼中 他们自结婚以来一直都很甜蜜 而且还孕育了两个优秀的孩子 生活可谓是十分圆满 这么多年 他们也一直在共同奋斗和进步 夫妻俩和谐美满的样子 深入人心 但近几年 因为朱莲安总是上节目的原因 他们之间发生一些不是很愉快的事情 也渐渐地浮现在大家面前 原来再美满的夫妻也是会有一些矛盾的 对此朱莲安也表示 生活有苦有甜 只要能够看到生活中的甜 那么生活就能继续过下去 歌手出道的资山艺人杨帆 本名陈景亮 今年也已经65岁了 他曾经因为扮演甘草人物 杨婆婆而红积一时 他的妻子朱莲 刘景庄已结婚26年 约有一双子女 因为数十年如一日的恩爱生活 他们也被称作演艺圈里的夫妻模范 但就是这样一对模范夫妻 其背后也有一些不为人知的事情 根据三立新闻的报道 朱莲在节目《听妈妈的话》中 曾谈起和杨帆的婚姻生活 他表示人们在得知 他的丈夫是杨帆以后 都很羡慕 常常跟他说 你嫁给杨帆真的太幸福了 他这么风趣幽默 你在家一定都很开心吧 每当听完这句话 朱莲都只是摇头苦笑 无奈表示 不是 他在家里从来都不会讲笑话 杨帆酸在外 幽默见谈 但一回到家 能不讲话就不讲话 刚结婚的时候 朱莲就遇到了这样的情况 而这样表里不一的生活 他一过就是五年 那时候他终于忍不住了 选择向杨帆摊牌 和杨帆进行沟通 他说 自己真的很希望杨帆 能跟自己讲几句话 或是抱抱自己 不期待能逗自己开心 但至少要有互动 而不是这样安静过日子到老 而杨帆听了妻子的话之后 选择最后的 仅仅只是抱抱妻子 随后老婆朱莲 开始出现在各种谈话节目上 杨帆再度跳脱丈夫的身份 开始用不同的眼光去审视他 让他感觉压力超级大 朱莲说每次 在家看节目 杨帆都会定格 看他讲话的片段 原以为是夫妻浪漫的片段 杨帆可能是不想错过妻子的美一幕 这一猜想让现场来宾 都忍不住羡慕地挖了一声 没想到事实却于想象背道而驰 朱莲无奈表示 杨帆看这些节目 只为了挑刺而已 看完之后 杨帆就会开始数落他 责怪他为什么可以 一分钟讲不出一个笑点来 镜头没带到他 还做反应是什么意思 这一瞬间 朱莲仿佛是一个学生 而不是一个妻子 一个太太 即使在家 也仿佛在做口才训练 一提到工作 他的气势整个弱掉 心里真的好疲惫 为了避免这个情况再度发生 他决定和杨帆约法三章 回到家12点后 不要讲工作 可以检讨 但还是要保有自己的生活 主持人小珍一听也补充 表示自己的爸爸胡瓜也会这样 可能在外面主持话说太多 希望回到家能安静一下 其实最让朱莲难以接受的是 之前他曾在其他节目中提过 他在结婚后仿佛失去了自己的名字 大家都叫他翻嫂 养个翻老婆 每次上完节目都像变成别人 甚至前几年上节目的时候 名牌直接写的就是翻嫂 朱莲难过地表示 他看了那些节目 私下里难过地直掉眼泪 原来嫁给一个明星 会失去自己的名字 自此 每当他出演节目时 他都坚持要使用朱莲这个名字 只为了让大家记住他是朱莲 而不仅仅只是翻嫂 如今 65岁的艺人杨帆 与老婆朱莲不如婚姻26年 越爱越甜蜜 而除了在荧光幕上 秀恩爱让人羡慕外 最难得的是 夫妻俩这些年 不仅仅只是为维护自身形象 而做表面功夫 他们是真正的携手 共同成长 分工将一双儿女 栽培成才 丈夫主外能干 妻子主内贤惠 不过显为人知的是 其实朱莲可一点也不简单 除了有平时低调 帮老公称起家庭的太太身份外 他还是一位名门之后 拥有今天的家庭背景 据中国时报报道 朱莲曾在一次 难得的访谈中 透露自己的身世 爸爸是前总统 严家金的四子 他虽是名门之后 却不曾凭借自己的家世背景 成位作福 反而是承袭了家族涵养 努力充实自己 不仅精通 英日双语 还凭实力在电视台 闯出一片天 两年前 朱莲在上 单身行不行时 自报嫁给杨帆 24年的真实婚姻生活 他表示年轻时 爸妈用心栽培自己 念国际学校 从日本念到美国洛杉矶大学 没想到一毕业 他就决定嫁给杨帆 他当时觉得爱情最伟大 也因为当时 他是很有名的艺人 所以朱莲很有顾虑 他认为 自己既然跟他在一起了 那么大家就都知道了 如果他不嫁 万一分手了 以后他再交男朋友 人家会说 他以前是杨帆的前女友 双方都会有阴影 因此觉得爱情最伟大的他 一毕业就选择 嫁给大众的偶像杨帆 本以为能享受 平凡家庭的小日子 但终究是事与愿违 朱莲直言 杨帆不仅大男人 还有偶像包袱 没做过家务事 在家也会把自己整理干净 作为枕边人 他从来没看到 他一装不整的时候 只要睡醒 杨帆一定都是 头发都弄好了 而这样给别人的压力 是很大的 然而嫁给偶像以后 婚姻却不如预期 朱莲表示 一般人在过的日常生活 在他们家中 完全是不可能的 他光想象他去便利商店 帮自己买一瓶牛奶 这件事就不可行 以前出去一趟 可能一个小时才回得来 会扭捏不自然 此外 非常大男人的杨帆 甚至连家事都没做过 结婚二十多年来 帮老婆倒茶这种事 不超过两次 朱莲被问到 是怎么走过来的 他笑称 你要用一个很开放的心态 去对待这件事 要一直给自己洗脑 我很享受 他也坦言结婚前三年 看着杨帆的睡颜 他都会自我陶醉 之后就渐渐没感觉 而且杨帆虽然在外面 幽默见谈 但回到家都不讲话 可能因为朱莲低调惯了 朱莲揭露老公杨帆 当年有眼不识泰山 将岳父送他的礼物 轻易转手 直到事后才知道 那份礼物有多贵重 后悔都来不及了 朱莲无奈地说 当年结婚时 爸爸送给杨帆一只玉戒 他没当一回事 后来一名好友 送杨帆五十万名表 他竟二话不说 就回礼送对方这只戒指 让事后知情的朱莲 当场差点昏倒 崩溃大喊 那欲借价值五百万也 而他也表明 孙赔了很多钱 但他真正在意的不是钱 因为那是爸爸 对杨帆的心意 可当时杨帆还傻傻地说 这种东西 家里应该很多吧 不仅如此 朱莲还接着大吐苦水 直言老公真的很没眼光 此前有位朋友搬家 杨帆当时就指着家里的一幅画 说要送给对方 当乔迁礼 让他一看脸色大变 等朋友离开后说 那幅画是张大千的真迹 要三百万 但杨帆还是忍痛送出 至于家中为何 有这么多价值不菲的藏品 朱莲表示 自己的爸妈都是画家 他们很省持俭用 和文艺界常往来 所以有这些收藏 而对于很多人好奇的问题 为什么朱莲本名叫做刘景庄 却不姓炎 则是因为他的妈妈 是后来改嫁才进到炎家 爸爸是继父的缘故 杨帆和朱莲结婚二十多年 育有大儿子Chris 及女儿Angelina 杨帆和朱莲的儿子Chris 在22岁的时候 顺利从加拿大温哥华 哥伦比亚大学毕业 当时夫妻俩 曾带着朱莲的爸妈 飞往温哥华参加毕业典礼 朱莲还向苹果透露 Chris读 经济商业相关科系 四年花费约617万元台币 他毕业后将留在加拿大找工作 计划两年后 在念研究所 Chris身高188公分 外形清秀 仍单身中 朱莲透露儿子高中 曾有交往对象 但现在工作尚未确定 暂时无心思谈恋爱 儿女原本 皆就读于温哥华 哥伦比亚大学 但Angelina决定休学 闯荡演艺圈 而就读经济商业相关科系的Chris 则是无心梦 打算找相关产业工作 他虽担心毕业就是失业的开始 但朱莲不给孩子压力 温情叮嘱儿子 先做他想做的事情 不要着急 家里的人都会在 而杨帆对小孩更是放手 只求对自己将来 即工作能够负责就好 可Race在温哥华 哥伦比亚大学的留学费用 约美国学费的三分之一 按学分计算学费 朱莲粗估一年 约4万美金 约124万元台币 加上一个月1100加币 约25300元台币的住校费 四年共花约617万元台币 朱莲过去是虎妈 他认为在高中前 要督促好小孩 等他们规矩 自我养成皆稳定了 上大学后父母自然能放手 他表示 自己不会要求他们做什么 不过他觉得自己的事情 一定要做好 儿子留学期间 只有一次因打球受伤 让朱莲担心过 课业上 Karis努力学习了四年 顺利拿到了文凭 这样朱莲很欣慰 虽然和杨帆的婚姻 并没有那么一帆风顺 但是好在一切 都还处于可控范围内 朱莲表示 虽然私下的杨帆 和荧幕上的杨帆 存在一些反差 但是婚姻生活本来 就是需要互相容忍和谦让的 再说 杨帆也没有做出 很过分的事情 朱莲认为 虽然杨帆的偶像包袱很重 而且还不太爱做家务 但是这些 都是可以商量的 此外 杨帆还是有比较贴心的一面的 比如他总是会注意到 一些小细节 比如说朱莲不吃红豆和芋头 而杨帆在点菜的时候 就会刻意避开这些东西 虽然生活上 是有摩擦 但朱莲还是很感谢杨帆 这样照顾自己 包容自己 所以就算说了杨帆的 不好的点之外 他也会强调杨帆的好 也就是因为杨帆 虽然在家并不健谈 但他有眼力见识 这也就是为什么他们的婚姻能够维持到今天的原因之一 孙杨帆的私下生活的确有些不一样 但是好在他们还能够进行沟通 不会让家里的气氛低迷 这也算是不错的一点 而朱莲虽然有很好的出身 但是他没有瞧不起任何人 他反而还成为一名称职的太太 为杨帆处理好了家里的一切琐事 将家里打理的和谐幸福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大家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我们下期再见